我们来看一下熊 它这一笔是放在这个红线的底下 这边 各位 我是不是一路都在转 提贴提贴提贴 大概转了三个 要不然你要怎么过来 不要离它太远 因为熊的椎 它本身就左右蛮宽的 下一笔它没有变比较粗 所以你出来的时候就注意一下那个厚度 这个颜 左边的燕的地方 因为前后好几个字 它都是只有写两点 而且事实上是不太清楚 但是因为后面有 所以我们可以参考 是没有问题的 第一笔我们就给它写一点 一点 请你那个点 就是你的笔直直的 点下去 就起来 我真的有做齐笔哦 所以尽量尽量做齐笔 它这边的那个叫燕尾不太大 进去贴好再出来 其实这个是不是在做齐笔 就是那个意思哦 这一笔哦 你可以写寿长期 这个呢贴住 应该这样说 你笔尖贴到以后 就已经开始按压了 跟我们写楷书不太一样 楷书你接触到纸以后 不能马上按压 对不对 但是因为它要短而胖 这个我们下在最中间 只有一点点小头 下面这个月宽度看起来是差不多 它是在它的旁边接